这个只是每晚恐怖在线的精华片段 如果你都想看完的话 就非常简单可以参与我们 月费计划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里面参与月费计划 声音是30元 视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是50元 至于说我不想参加月费 想给Cons看哪集 买哪集都是可以的 订阅我们bigbigair的手机APP 你可以释除专片 喜欢哪集就买Cons看 所以希望你快点成为我的付费会员 你会看得最多最恐怖的个案 在医学院解剖室 我都听过几个鬼故 那几个鬼故原来串在一起是可以解释的 但是原本是分开几个鬼故 我就听过有人说 在解剖室 那我们现在解剖室 外面是装修得挺漂亮的 布置也挺漂亮的 但是以前被装修之前的确是有些恐怖的 因为那些电影的元素是 那些墙很昏暗 那些墙很残旧很黄 那些灯很暗 然后有很强劲的冷气声 然后有些风不知经常在哪里 还有有一股怪味 有些药水味 那些臭味 那些臭味又不知道是不是 那些尸体味 有很多人就会这样想了很多东西 其中有几个都挺有趣的 就说下班之后 那我的医学院 就在解剖室那里 就在窗口 大家看到全部关掉的灯 那是零零四四的解剖室 他说解剖室那些窗 是有一点青光 就是会发现出来的 那些人就经常觉得 为什么解剖室才有一些青光 就是会发现出来呢 还有时候那些青光 还是不是很稳定的青光 会闪的 会动一下那些青光 那接着就说 其实在下班开始入黑的时候 应该全部人都下班散光了 因为很少人是OT的 但是他就说解剖室那里 会有些 就是会有听到一些人唱歌 有些女人唱歌的歌声 另外还有就说 下班的时候看到解剖室外面的地板 会有些血迹在那里 有血迹在那里 然后我心里想 哇 其实组织也挺恐怖的 然后我自己就慢慢在那里想 然后在那里找一下 其实那些血迹 那我找一下那些血迹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真的有 地板 有两种原因的血迹 有一种原因 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餐厅 那有时候那些人 他们推一些东西吃 那些冻肉 尤其是冻肉 那些冻肉 然后你吹的时候 它滴 它真的是滴 真的是血水来的 那些冻肉 只是冻肉滴出来 那些血水 那所以就 是血水 不过不是人的血水 不过是冻肉的血水 那另一种血 那些人说 看到有些血迹印 原来是以前 我们有些同事拖地 他又不用漂白水拖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要开那些药水 那些药水是啡啡红红的 然后拖完一干了之后 他会有一些水印 那些水印就会全部捆在边 就像那些血印 那些水印 但是那些水印再放下去 会干了就会变回透明 所以会突然间 会有一段时间看到 因为之后会没有了 那所以 加上有时候 有些真的冻肉滴出来的血水 那我就 我就想 应该都是这样 这样形成的 那我当解通了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听到有些歌声 那原来我们以前 有些年纪大的同事 下班 不回家住 然后他在那边 开歌 在那边听歌 开心机或者开什么 就是听那些赛琴 邓丽君 那些 那些 那些女高音 那些 那些特别应声 听得到的话 那些人又不会走过去解剖室那边 但是他来院又真的听到那边 有些女人歌声 明明全部都是男同事 为什么会有女人的歌声呢 那所以就会知道 原来可能就是因为听歌 走出来 然后至于那些 在窗边的青缸 我后来都发现 都是真的是青缸 不过 原来 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解剖室 其实我们当然做完所有工作 要消毒所有的地方 但是 这种消毒方式也不是最彻底的 所以当我们做完所有东西 我们关掉了大制的光管灯 其实我们是有另一组灯会开的 那一组就是UV灯 就是我们会在这个环境那里 就是除了可能有三四支光管 但是大制一色 它会自动转了 就会开另外那两三支UV灯 那些UV灯就是杀菌用的 那些UV灯 所以窗边 晚上就会看到有些青缸 其实那些是紫外线的 那些光 所以就是这样 就是那些人 他会这样传 至于你说真的看到那些 有时候学生是不是真的看到 有些可能是真的 有些可能是真的 但是有些可能是 就是有时候要 要吓一些 要吓一些 新生 是的 那些师弟师妹 那些祖爸祖妈 一定要有这样的招讯 那我觉得可能 就是这样传一下传一下 就出来